众所周知,普京作为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,他的一举一动,都是人们关注的物件。 尤其是普京本人,更是一位十分霸气的总统。 因此,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,也是越来越大。 说到这里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,那就是正常人走路的时候。 然后,双手都会自然地进行摇摆,而普京走路的时候却不一样。 他的步态和正常人有著很大的区别,因为他只有左臂会正常摆动,而右臂却习惯于贴住右侧大腿,走路时也不摆动。 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提出疑问了,普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? 是自身有疾病,还是其他什么原因? 要知道正常人如果不是故意克制的话,是很难做到手臂不摆动的。 针对他的这种怪度。 西方一些关注他的媒体做出了种种猜想。 第一种猜想是,普京可能之前得过一些病。 比如说,小儿麻痹,或者是中风。 最终导致他的右臂不会摆动。 不过,这种猜想,显然站不住脚。 首先我们知道,普京是十分喜欢运动的,很多高难度的动作,他都能够很流畅地完成。 而且最关键的是,他在签署各种档案的时候,也是使用自己的右手。 因此这种说法不攻自破。 而第二种说法,则来自英国的一篇新闻报道之中。 在这篇报道中,他们认为,普京之所以会有这么一种奇特的姿态,和他曾经一段特殊的经历有关。 我们知道,普京在出任总统之前,是从事过特工的工作的。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。 而苏联在训练特工的时候,有一项内容就是,要求特工使用右手来持枪。 行动的时候自己身体的重心,却要放在左侧。 一旦遇到危险情况,右手可以迅速完全拔箱,设计的动作。 正是由于长期从事这种高强度的训练,于是让他养成了习惯。 哪怕是后来不从事这份工作了。 但是他的肌肉,早已形成了记忆。 所以才会呈现出如此奇怪的一种步伐。 而为了验证这一说法。 英国的神经科专家们,还专门研究了俄罗斯其他的一些特工的走路姿态。 结果研究表明,很多特工都有类似普京这个步态。 可以说他这样走路的,并非是一个个例。 只不过他的关注度,比别人高罢了。 因此,大家才会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。 综上所述。 小编也认为,第二种猜想更有道理。 不过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? 可能只有普京自己心里清楚吧。